好了,我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Karen Chan 說東方頒獎給別人 不用做盡職審查的嗎? 她頒獎給別人就是幫別人背書 跟地鐵性質不一樣 其實除了東方之外,有其他媒體也糟糕了 因為她有頒獎給陳大怡的找碗店 CYOTC 這個CY跟梁振英無關 一定要先說清楚 CY是不是梁振英? 不是,CY是陳怡 好了 Maverick Wong說 有東方沒有窮人 我不敢說 信東方變智障就有很大機會 現在信東方變窮人了 你信了他頒獎給那個獎 一看到東方頒獎給他 沒問題,一定能夠 能夠成功 那你就7個個借 或者是7個個7個 只能夠這麼說 好了,不要緊,回來講講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是在英國發生的 很慘的,一個十五歲的女生 她上學的時候 就被人刺死了 那是什麼人刺死她呢? 她十五歲,被一個十七歲的男生刺傷 最初有些人會問 是否鑽石山那件事重演 在英國 有些不同 鑽石山那件事其實是不認識對方的 現在在英國這件事 是懷疑認識對方的 她在哪裡發生呢? 那件事就是在倫敦南部的 Croydon 或者有一個名字叫做... 大陸的譯名叫做克羅伊登 我們香港人通常叫做哥萊頓 Croydon 現在很可憐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發生的 早上9點21分 那個女生就死了 那把刀就有一個尺長的 她是被撞在那頸上 很可憐的一件事是怎樣呢? 有一個目擊者 就說殺她的男人 那個男生17歲 就應該是送花給她或者她的朋友 然後爭執 現在目擊證人暫時說到的就是這樣 然後就一刀拿下去 警察就說現在正在支持她受害者的家人 因為她們正在面對最慘的消息 這個15歲的女生 那些人說她是很有喜感的 還有有很光明的未來 其實這個女生就是讀當地的私校 其實家境其實算是很好的人 這個人是很好的人 何里旭就說有仇口 她說是恩愛誠恨 疑恥是恩愛誠恨 疑恥是恩愛誠恨 她讀的那個學校就是 叫做Old Palace of John Whitgift 那這個就是哥萊敦的一家比較出名的私校 那私校女子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被人捏一刀 不知道啊 現在抓了17歲的男生的背景 還沒有公佈 只是說她跟受害者是相識的 那麼警察很快手 75分鐘內就抓了那個人 那麼現在警察就說沒有殺死其他的嫌疑犯 只是這個是主要的嫌疑犯而已 那麼其實她是怎麼樣的呢 其實她跟一班朋友下車的時候是受到襲擊的 其實巴士司機和其他老人嘗試刑救她 在英國的警察就說 這是每個父母都是最慘的惡夢 也不想見到最慘的惡夢 現在做緊急服務的人都覺得很悲痛 其實一定是這樣的 這些這麼嚴重的事情 所以不是說逃離了英國 逃離了香港,去了英國 應該這麼說,先說清楚一點 逃離了香港,去了英國就安全 其實很多事情都... 在很多地方都會發生的 不是說香港自己壞,所以才會有這些事情 不是的 有些事情一定要說清楚 那麼警察其實是很快到了現場 但是現在是很嚴重的 現在是很嚴重的 那麼... 他們那個局長 Mark Rowley 這個就是大都會警察局的局長 或者叫做一哥,當地一哥 Mark Rowley 是爵士來的 他就說這件事... 很嚴重的 根本就無法理解 根本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這件事... 當然是很慘的 現在就... 警戒線有一條搭了 有一個法醫的帳篷 那帳篷外面就有很多鮮花 已經放在這裡 其實這件事是很慘的 那麼... 當地一個青年工作者叫Anthony King 他在哥萊敦那裡搞一個 減少犯罪的組織 什麼叫做減少犯罪的組織 其實那些就是NGO 這些沒有問題的 有些人說NGO也有問題 不是的 很多地方都是要靠NGO幫忙的 那麼他認識這個女生的 這個女生就是讀GCSE 現在... 是在讀GCSE的 那麼他應該... 前途光明的 那件事當然是很慘的 我看見這些是慘得不得了 如果你是父母的話 可以看到這些事情 很嚴重的 對上一次在... Croydon 在哥萊敦 有一個青少年被謀殺 就是22個月前的事 但是發生得太頻密了 這些是很頻密的事 這個... 哥萊敦呢 其實... 池刀商人呢 他們比倫敦其他地方都要多的 他們... 在2022年的8月到2023年期間 有211宗 一宗持刀智商犯罪的事件 即是 knife crime with injury 他們的情況 是太頻密了 他們在這裡發生的事情 如果考慮到人口規模 這個哥萊敦呢 每一千人就有半宗 那一宗持刀傷害犯罪的案件 令到他是... 這個倫敦各行政區裡面 就是第十高的犯罪率 就是持刀傷害犯罪 第十高 一位小女孩 十五歲 這樣弄死了 其實很瘋狂 有些人當然是投訴 不知道警察在做什麼 拿刀去砍人的人 或者刺人的人 就越來越年輕 有些人的看法就是要做一些干預措施 就是為小孩提供干預措施 因為你要盜正他們的 那學校有沒有干預措施呢? 那些人當然是覺得沒有 其實這件事 當然是令人震驚的 本來這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對於父母來說 沒有東西是比失去的孩子更加慘的 英國有些議員當然出來說 一定要加倍努力 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清除倫敦街道上的所有的刀具 就變成了北京 變成中國大陸 其實中國大陸 相對安全是有原因的 就是 對於這些刀具 或者攻擊性武器 其實是有安檢的 是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 那麼 Ranky 88就說 所以鄰居十幾年前 已經禁彈刀徐身攜帶 是的,其實很多地方都禁了 這是真正的大刀會 大懶人可能有報道的是特大案沒有報道 就多不升數 我不知道 你說哪些地方 英國這些事情通常都會報的 雙人也會報的 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拿刀去雙人的案件 英國也會報的 那麼在英國其實 今年已經是第十五宗 青少年兇殺案 整個英國來計算 去年整年 只有十四宗 其實就是 今年還沒結束 已經有十五宗 跟青少年有關的兇殺案 英國也有很多社會問題 不是說英國一定是壞的 不過如果覺得去到英國一定好的人 就要小心謹慎一點 就是現在有很多BNO人 去到英國一定比香港好 我告訴你什麼都比香港好 不是 治安的事情 不是這樣的 有人就問 K.W. Wong好像是 他就說 有沒有英國版林作出來抽水 好在英國就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香港不好的東西 就不是 香港政府搞出來的 我也再說一次 有些不好的東西 其實香港自己本身的文化 都是有問題的 林作那些 他被人解僱是活該的 其實是 還有就是 他現在 被人控告的那些 也是對的 因為他真的有盜人去死的 這個林作是 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盜人躺身 也不是盜人去死的 其實是一樣的 除了他之外 當然也有其他人 其他人自己有開TG群組 希望警察去查 不要只是查有開找換店的人 因為現在JPEG那件 只是拘捕那些人 現在拘捕那些人 全部都是有開找換店的 但其實問題就不是單純在找換店那裡 有些更大的問題就是在 互聯網那裡 他開了一個群組 然後叫人 去JPEG那裡做交易 這個問題其實我認為是更嚴重的 好了算了 我講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我看你 他會被人收到 我看你 一定有不一樣的 以上 我看你 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